天路历程 作者约翰本人 天路历程第一章 洞穴和做梦人 我在旷野里行走 来到一个地方 那里有个洞穴 我就在那儿躺下睡觉 我睡熟了 做了个梦 唉 我梦见一个衣衫蓝绿的人站在那儿 背后就是他自己的房子 他手里拿着一本书 背上背着一件看来很重的东西 我见他打开手上的一本书念着 他一边念一面不住的流泪 浑身颤抖着 他为时控制不住了 发出一声悲伤的呼喊 我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样极度苦恼的境况中 他转身回家去了 他强制压制着 以免他的妻子和儿女们发现他的悲痛 可是他不能长久保持坚默 因为他的烦恼越来越厉害了 他终于把他的心事告诉了妻子和儿女 他对他们这样说 爱 我亲爱的妻子 你们 我的亲生儿女 我是你们亲爱的友伴 我可要被那压在我身上的重负毁了 并且我确实知道我们这个城市将要给天火烧毁 在那场可怕的灾难里 我自己 你 我的妻子和你们 我可爱的儿女都将同归于尽 除非我们能够想出一个逃生的办法 可是 到如今我还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他家中的人听了这番话 好生差异 这并非因为他们相信他的话 而是他们认为他的神经错乱了 因此 等到半晚天快黑的时候 他们希望睡眠能够使他的神经镇静下来 就急忙打发他去睡觉 但是 对他说来 黑夜和白天同样烦恼 因此 他不但睡不着 而且整夜的叹息 流泪 后来 天亮了 他们急着要知道他的情形 他告诉他们 更糟 更糟 他又开始对他们讲话 可是 他们开始很起心来了 他们还想用强硬粗暴的态度 来驱除他的怪病 有时 他们愚弄他 有时折骂他 有时根本不理睬他 因此 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为他们祈祷 一心地怜悯他们 同时 他也为自己的痛苦 寻求安慰 他还独个在田野里徘徊 有时候看书 有时候祈祷 他就这样度过了好多日子 有一天 我看见他在田野里走着 照常看着书 显出满怀痛苦的神气 他一面看书 一面又那样大声喊着 我怎么样才能得救呢 我看见他东张西网 好像要撒腿逃跑 可是他仍然站着 因为我看到他 似乎不知道往哪儿去才好 我再一看 却见一个叫宣道士的 向他走来 问他为什么哭喊 他回答说 先生 我从手里这本书上看到 我已被定罪了 要死去 将来还要受审判 而我既不愿意死 又受不起审判 宣道士说 人生既然有这么多的灾难 为什么又不愿意死呢 他回答说 因为我怕这个在我背上的重负 会把我压得沉到 比坟墓还深的地方去 坠到地狱里去 先生 如果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到牢狱里去 我更没有做好准备去受审判 然后再去受刑罚 想到这些事 我不禁失声痛哭 宣道士说 你的情形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你还站着不动呢 他回答说 因为我不知道上哪儿去才好 于是宣道士给他一卷羊皮纸 上面写着逃避将来的天法 那人看了以后 忧愁地望着宣道士说 我要逃到哪里去呢 于是宣道士就指着那一片辽阔的田野的镜头说 你看得见那边友善小门吗 那人说 看不见 宣道士又说 你看见那边的亮光吗 他说 我相信我看见了 于是宣道士的亮光 于是宣道士说 不要转移你的视线 一直朝着那亮光走去 这样你就能看见那扇小门 你敲那门的时候 有人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这时候 这时候我在梦里看见那个人开始跑起来 可是 他刚刚跑出了家门口没多远 他的妻子和儿女就发觉了 立即大声喊他回去 但他却用手指塞住耳朵 一面跑一面喊 生命 生命 永恒的生命 他就这样头也不回地拼命逃往平原的中央 邻居们也都跑出来看他 他跑着 他们有的讥笑他 有的吓唬他 有的喊他回来 其中有两个人决定要硬把他抓回来 这两个人 一个名叫顽固 另一个叫柔顺 当时那人已经离开他们好一段路了 可是他们还是要追他 而且真的追了去 不一会功夫就追上了他 于是那人说 邻居们 你们来干什么 他们说 来劝你跟我们一道回去 但是那人说 无论如何不行 你们所居住的毁灭城 也是我的出生地 我知道那地方必要毁灭的 所以如果死在那里 你迟早免不了要沉到比坟墓还深的地方去 沉到一个烧着硫磺火焰的地方去 好邻居 请放心跟我一起走吧 顽固说 怎么 难道就撇下我们的朋友和我们舒适的生活吗 基督徒 这是那人的名字 说 对 因为你所撇下的一切 加起来都比不上我将要享受到的一丁点 如果你跟我一起去 并且坚持到底 你就能够和我过同样的日子 因为在我要去的那个地方 什么都有 而且绰绰有余 来吧 来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话 顽固说 既然你抛弃世上的一切去追求那些东西 你寻找的究竟是些什么呢 基督徒说 我寻找的是一个不会毁坏 没有玷污 不致消失的产业 它是安安稳稳地存在天上 在一定的时候 会赐给那些勤勤恳恳寻求它的人 你愿意的话 可以看看我这本书里怎么说的 顽固说 顽固说 拿开你的书 我问你 你到底跟不跟我们回去 基督徒说 不 我不回去 因为我已经开始走我的路了 顽固说 邻居柔顺 我看我们还是丢下它回去吧 你要晓得 天下自有一般疯疯癫癫的亲佛的家伙 他们一旦心血来潮 就执迷不悟起来 还自以为比七个有同样见解的人 还更聪明呢 接着 柔顺说 不要随便骂人 如果基督徒说的是真实的 他所追求的东西的确比我们的好 我倒想跟我的邻居一起去呢 顽固说 怎么 这样的傻瓜尽有的是 听我的话 回去吧 谁知道这么一个脑子出了毛病的人 会把你带到哪儿去 回去 聪明点 回去 基督徒说 不 你也跟你的邻居柔顺一道来吧 我说的那些东西 确确实实是有的 并且 另外还有许多从天上来的福分 你要是不信我的话 请看这本书 看啊 他里面句句话的真实性 都是用他的作者的血来做见证的 柔顺说 嗯 邻居顽固 我开始要答定主意了 我打算跟这位好人一起去 好歹跟他共干苦吧 不过 我的好伴侣 你认不认得 我们要去的那地方的路啊 基督徒说 一个叫做宣道师的指点我 快快到我们前面的一扇小门那儿去 到了那里 就有人给我们指点路程 柔顺说 好 那么 好邻居 我们走吧 于是 他们俩就一起走了 顽固说 我可要回家去 我不打算做这种 想入非非 误入迷途的人的伴侣